大利奥运会开幕之后 中国跳水队表现出色 尤其是在双人10米跳台项目上 全红禅和陈雨昕合作无间 勇夺冠军 现如今 未受期待的女子 单人10米跳台决赛时间终于敲定 全红禅的粉丝们早已迫不及待 全红禅在上一届奥运会上 夺得金牌 展现了她的超凡实力 而在本届奥运会的预赛和半决赛中 她再次以出色表现夺得小组比一 领先于陈雨昕 状态十分出色 这一次 全红禅和陈雨昕再次站在了同一赛场上 谁能在单人项目中摘得桂冠 成为了粉丝们关注的焦点 全红禅的表现令人期待 她的每一个动作 都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技术和稳定性 陈雨昕作为她的竞争对手 同样具备强大的实力和潜力 这场比赛不仅是两位选手之间的较量 更是中国跳水队整体实力的体现 全红禅的粉丝们纷纷为她送上祝福 期待她能够再次夺冠 CCT绿武将全程直播这场比赛 粉丝们可以通过电视屏幕 为她加油助威 全红禅和陈雨昕两人的表现 势必会给观众带来一场 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只要他们发挥正场 冠军和亚军基本稳妥 让我们一同期待这场焦点之战 为他们加油打气 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 全红禅和陈雨昕 不仅是中国跳水队的顶梁柱 更是万千粉丝心中的骄傲 两人在双人十米跳台项目上的合作 完美无缺 成功夺冠 如今他们将在单人项目中一决高下 全红禅在预赛和半决赛中的表现 堪称完美 状态极佳 而陈雨昕也紧随其后 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 根据最新的消息 全红禅的十米跳台决赛时间已正式确定 将在明天晚上九点进行 CCT绿武将全程直播这场 备受瞩目的比赛 全红禅和陈雨昕将再次向冠军发起冲击 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跳跃都牵动着粉丝们的心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两位选手都已经用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喜爱 期待明晚的比赛 全红禅和陈雨昕将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挑战 为中国跳水队争光天彩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 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无论结果如何 他们的拼搏精神和精湛技艺 都将成为我们心中的骄傲 希望他们能够在赛场上 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不留遗憾 为中国跳水事业再创辉煌 一场跳水比赛到底可以刺激到什么程度呢 上一秒众人还在为陈雨昕的顶级表现 然而还没等大家缓过神爱 随后上场的全红禅就用一记 惊世骇俗的高难度动作 让大家佩服的五体投资 而这对跳水界的绝代双胶 用梦幻般的表现告诉了世人 他们才是这项运动的天花板 2024年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十米台预赛 这场比赛汇集了全世界最顶级的跳水高手 其中最大的焦点 当属来自中国的双子星全红禅和陈雨昕 毫无疑问 这注定又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巅峰对准 闲话少说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两位王者 到底会给全世界的观众 带来怎样的视觉盛宴 首先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 选择的动作为107B 难度3.6 三周半 去听 空中动作完成的还不错 但最后的入水没处理好 导致溅起了不少水花 这一跳拿到58.5分 紧接着轮到陈雨昕上场 选择的动作也是107B 好的 有点可惜 陈雨昕的空中动作完成的质量同样很高 但这最后的入水 炸出了一些水花 而这一跳只拿到73.5分 最后轮到全红禅的107B 漂亮 同样动作 全红禅的107B就是要比前两位要好 空中动作非常规范 最后还上演了水花消失术 裁判打出了81分 第一轮结束 全红禅位居榜首 陈雨昕排在第三名 而加拿大选手排在10名之外 下面进入第二轮比赛 加拿大选手选择了难度2.8的305C动作 麦凯依 诶 不错 这一跳拿到63分 随后是陈雨昕的407C 难度3.2 这一跳的问题还是出现在水花的处理上 裁判打出72分 最后是全红禅的407C 完美 这一跳简直无懈可击 无论是空中动作还是最后的入手 都完成得很好 裁判打出了89.6的高分 接下来进入第三轮的比拼 加拿大选手选择的动作为407C 难度3.2 漂亮 这一跳的发挥相当出色 翻转非常给力 水花也压得很好 裁判打出了81.6分 接下来上场的是陈雨昕 选择了难度3.3的626C 好的 陈雨昕的前两跳小有瑕疵 但这一跳发挥得非常完美 裁判打出了84.15分 最后是全红禅的6243D 难度3.2 漂亮 这一跳瞬间激起了观众的一片枕烧 毋庸置疑 这肯定又是一个高分动作 果不其然裁判打出了86.4分 三轮结束 全红禅依旧在榜首 陈雨昕上升到第二名 而加拿大选手也来到了第三名的位置 下面进入第四轮比赛 加拿大选手选了难度3.3的207C动作 这一跳在入水时出现了重大失误 榨起的水花简直惨不忍睹 结果只获得59.4分 紧接着是陈雨昕的207C 难度3.3 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出 陈雨昕这一跳在入水时同样出现了失误 裁判只给他打出69.3分 最后轮到全红禅的207C 哇哦漂亮 207C是全红禅出现失误最多的一个动作 但这次他还是克服了心理压力 将它完美地展现出来 最终得到了87.45分 四轮结束 全红禅领先第二名的陈雨昕 45分之多 可谓是碾压局 接下来进入最后的决胜轮 加拿大选手选择了难度3.2的5253B动作 这最后一跳收获了62.4 接下来轮到陈雨昕的5253B 最终全红禅以421.25的总分掌握第一名 陈雨昕拿到第二名 两人携手进入半决赛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震惊 跳水天后全红禅再度封神 8月5日巴黎奥运 她与陈雨昕的巅峰对决 预赛就已火花四溢 在万众瞩目的女子十米台预赛中 全红禅以惊人的421.25分高居榜首 对队友陈雨昕形成39.10分的巨大优势 陈雨昕虽排名第二 但失误明显 水花四剑背后是紧张还是挑战 这两位中国剑将 今是双筋在手的奥运老兵 此番再度联手征战 单人项目亦是针尖对脉盲 全红禅 出身普通 却以实力铸就传奇 今日之辉煌全凭自我奋斗 半决赛即将打响 她与陈雨昕将如何续写辉煌 携手摘金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梦想的力量 是汗水铸就的荣耀 晚上9点 让我们一起为全红禅和陈雨昕加油 期待他们再创佳季 捍卫中国跳水的荣耀殿堂 别忘了 你的每一声加油 都是他们前进的动力 评论区告诉我 你更看好哪一位